港元最近大幅的贬值引来的人是对于香港经济的担忧 对此呢 中英国际首席金融学家陈曼江对低财经表示 相对于其他的外围货币来说 港元还是比较强的 港元的坚挺不利于香港在亚洲保持竞争力 适当的贬值对于香港消费未必是坏事 但是呢 港币持续走弱 无疑会对于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费率和经济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了 那港元呢 在过去的一年中呢 确实因为这个联系汇率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亚洲周边国家 特别是比如说日元或者说韩元而言呢 确实呈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从这个就是经济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港币的这样的一个坚挺肯定是就是不利于呢 就是他与周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旅游 可能对于香港本身的消费呢 未必是一个坏事 但是呢 就是这个预期还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这个港币持续走弱的话 特别是诱发一些国际的大的这种 就是吵架对于港元的冲击 就是像这个90年代末期这样 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无疑会这个影响香港经济的稳定 就是这样的万贯 就是这样的一种 方式的亚洲 把这种方式的交易